三更有梦书当枕,千里怀人月在风,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夜读书,我们看古装电视剧时,经常会听到男女瘦瘦不侵这句话,意思是古时候讲究男女大方,男女之间交接物件时都不能直接给,直接接,那更亲密的举动更不行了,有很多情节就是这样,男主救了落水的女主, 有了身体接触,就必须娶她为妻,金庸笔下蒙着面纱的慕婉卿,说谁揭胎面纱见到我面容,我就要嫁给谁,男女瘦瘦不侵这句话,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,他要求男女间不要有肌腹之亲,以限制男女私下交往,此语出自孟子,离楼上,是孟子说的, 当时,山东人淳于昆问孟子,男女之间不能亲手交接东西,这是理智规定,孟子说,这当然是理智,原文是这样,淳于昆曰,男女瘦瘦不侵,离语,孟子曰,离也,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,孟子所言太迂腐太封建, 实际上在讲究秩序,强调理智的社会背景下,还是相当有见地的,这对规范男女的行为,防范乱伦和社会性混乱,有显而易见的作用, 中国两三千年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一夜情,婚外性一类性开放风潮,与孟子所提倡的口号不无关系,从而保护了古人的婚姻与家庭生活, 古代的儒家文化,注重礼教,限制男女交往,在我们当代人看来,过于保守了, 但其实也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,家庭和谐有一定作用,春秋战国是孔子口中礼崩乐坏的年代, 夫妻出轨,家族乱伦的乱象特别严重,统治者也是过很多方法来规范,但都没什么成效, 而儒学兴起后,提倡客戟赴礼,确实教化了民众,进化了社会风气, 汉唐时,观念还比较开放,没那么过度强调贞洁观念,改嫁和再嫁都很普遍, 但很多事情过犹不及,到了宋代,男女之大方愈演愈烈,到了扭曲变态的地步, 成为一种工具被利用来压制人性,司马光在《宿水佳仪》中写道, 男至外事,女至内事,不共警,不共玉事,不共侧,男子咒无故,不处私事, 妇人无故,不亏中门,男子夜行已逐,妇人有故出中门, 避拥避其面,不处私事,不用一个浴室和厕所,还能够理解, 连警都不用一个,警也要分男女吗?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了? 元朝有个姓马的寡妇,胸上生疮,不治就死,可她宁死,也不让男人看病, 最后真的一命呜呼了,还被树碑丽传广为传颂, 类似的例子《猎女传》中还有一大堆,比如男人好心救女子, 结果碰触了女子身体,女子自杀,好心做了坏事, 还有女人不敢抛头露面,哪怕遇到火灾,也坚持不出门, 活活被烧死在屋里,男女受受不侵的本质, 是成年男女交往规则,这种规则被称为理。 现在,男人在女性面前的不文明举动仍被称为无理, 便是此一俗,但是,在合理的口号被歪曲, 利用,就会辩位,男女受受不侵, 亦然,在随唐以后,特别是宋明时期, 男女交往不可越雷池一步, 受受不侵,被错误执行到顶点。 名史《猎女传》中,以两大卷篇幅记述明朝的猎女世纪, 其中两位胡姓寡妇,朱成胡逝, 年仅17岁死了丈夫,她要殉死, 主家人在她死后装恋时不得让男人挨尽尸体。 而另一位是会计胡逝,27岁时,丈夫去世, 守望寡24年,当时生病,家人要给她请医生, 她对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, 寡妇之手,岂可令他人逝,最后眼睁睁病死, 如此男女受受不侵,简直荒唐至极。 我觉得,很多人对于男女受受不侵的歪曲, 很大原因在于弄不清楚原文的内涵, 她的下一句才是精华所在。 原文是,纯于昆曰,男女受受不侵, 李语,孟子曰,李也,曰,扫逆, 则原之以守乎,曰,扫逆不圆, 是豺狼也,男女受受不侵, 李也,扫逆,袁之以守者, 全也,曰,今天下逆矣, 父子之不圆,何也,曰,天下逆, 袁之以道,扫逆,袁之以守, 子欲守原天下乎, 淳于昆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, 你说,男女不能直接接触,是李, 那要是嫂子掉河里,要淹死了, 该不该去救呢? 孟子回答得非常坦率, 嫂子要淹死了,你还不救, 这是没人性的禽兽行为呀, 男女之间确实需要理, 可是事急从全,要有轻重缓急, 人命难道比理还重吗?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两难, 当你出手就嫂子的时候, 你必得伸手去拉, 这样一来,你肯定要违背男女受受不亲的规定, 但是,如果你不去拉嫂子, 嫂子就会淹死, 由此,在拉与不拉之间, 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两难选择, 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则十分干脆, 直接,就是必须去拉, 其实,孟子的立场很清楚, 那就是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, 在这个前提之下, 儒家为类似的伦理困境的解决,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, 就是经和权的关系, 所谓经,就是原则的规定, 理法的制度, 这是整个社会作为规范化, 有序化存在的基础, 而权,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形, 采取变通的方式,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 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中, 很少出现类似西方的所谓两难处境, 因为在权的意思上, 中国思想可以在一些具体的, 特殊的情境处理上, 在强调以生命价值为根本的前提下, 获得一种圆融的解决方案, 而这种圆融的解决方案, 从根本上来说, 也并不违背儒家的根本价值, 精神, 明明圣人孟子都这样变通了, 后世却刻意强调, 男女受受不侵, 而忽略原之以守全也, 什么居心和目的, 真是不言而喻了, 其实, 很多口号在提出时, 都是很合理的, 但到了后来, 不断被曲解, 歪曲, 利用, 目的不过是以思想枷锁, 控制人奴役人而已, 都说是其从权, 如果这个时候再讲理学, 就会像承阳刊的故事一样, 故事是这样的, 承阳刊的家中屋顶失火, 他想用梯子爬上去灭火, 但没有梯子, 承阳刊就让自己的儿子去邻居家借个梯子, 他儿子穿得非常正式, 去邻居家后坐了三个衣, 然后莫坐在屋里, 邻居以为儿子是来做客的, 立刻为他摆宴席, 酒过三巡, 邻居问他来干什么的, 儿子才说家中失火, 来借梯子, 邻居非常生气, 搬起梯子, 抛下承阳刊的儿子就往承阳刊家赶, 但还是晚了, 屋子已经烧成了灰烬, 承阳刊的儿子懂礼貌吗? 懂得, 他知道去邻居家要客客气气, 要有礼有节, 但他迂腐吗? 也是迂腐的, 何以可以做到全便, 那就必须有一颗通达的心灵, 通达的心灵是鲜活的, 灵动的心灵, 不是僵化的, 固执的, 也就是说, 人若要获得通达, 就必须要在内心首先实现通达, 唯有内心的通达, 才能真正实现对于琐碎的事实的超越, 真正去实现儒家的精神价值, 年少时, 我们意气风发, 桀骜不驯, 随着年岁的增长, 我们在生活的历练和时光的打磨中, 逐渐走向成熟, 有些原则需要固守, 因应则需随时代变化, 真正的儒家从来不拘泥, 而要看你实际面对什么情况, 再做合理应对, 论语。 子汉中说, 自觉四, 无意, 无必, 无故, 无我, 无事, 不不要的意思, 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, 不主观一段, 不绝对看事情, 不没守成规, 不自以为是, 无意, 不主观一段, 不凭空一侧, 不凭主观的判断, 来看客观的事实, 不感情用事, 做一切事, 评价一切事物都有根据, 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做事, 看不到客观存在的规律和条件, 会一页障目, 最后的结果会对自己不利, 连泼令向如列传中有记载说, 战国时的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阔, 在年轻时热爱学习兵法, 谈起用兵之道滔滔不绝, 颇受父亲的赞赏, 后来他接替了连泼为赵江, 在长庭之战中, 只凭自己头脑中的兵道来指挥作战, 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战略, 最后秦军大败, 鲁迅说,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, 他能将空盐打得粉碎, 这空盐便是主观一段, 所以我们平时要实事求是, 依据客观事实来做事, 无必, 不绝对看事情, 凡是辩证看待, 凡是没有绝对, 世界万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, 所以我们看事情要以全面辩证的眼光去看, 才不知偏颇, 隋扬帝是著名的暴君, 他统治时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, 后世大多批判他昏庸无道, 娇奢淫逸, 可是唐代的一位诗人提日修阙说, 尽到隋王位此河, 至今千里赖通波, 若无水电龙舟事, 供语论功不较多, 意思是隋扬帝开凿大运河, 促进了南北的发展, 也对后世有很大好处, 看待这件事, 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, 不能仅凭主观想法, 就绝对地判断, 所谓福西祸之所依, 祸西福之所福, 赛翁失马, 焉之非福,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 不要为不幸, 不顺而郁郁寡欢, 换个角度看, 会有不同的结果, 无故, 不墨守成规, 不拘泥固执, 世界, 社会, 人都是在发展变化的, 我们看事情, 做事情都要用发展的眼光, 懂得变通, 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中, 袁绍的谋臣田峰, 因为不知变通处事, 明知袁绍的性格, 还直言劝戒齐等待最佳时机, 最后被关入狱, 袁绍更是因为不听谋臣的意见, 不根据实际情况改变策略, 一意孤行, 本是七十万大军对七万大军的胜仗, 最后却不动头脑, 勇往直前, 一步步落入曹操的陷阱中, 落得兵败, 宋使忠言, 是不凝制, 理贵变通, 生活中也是如此, 如果不听劝诫, 不依照现实做出改变, 不知变通处事, 拥有再多的资源, 也会付诸东流, 无我, 不自以为是, 不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, 荀子中有一句话是,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, 而以人为非也, 意思是, 凡是同别人争斗的人, 一定是认为自己有理, 而别人是无理的, 像上面所提到的袁绍, 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中遭到毁灭, 如果他能够听谋臣的建议, 能够等待好时机在家进攻, 那胜利就是他的, 历史也会被改写, 在平时的生活中, 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不如意, 在这个时候, 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, 看到自己的错误, 站在他人角度上想问题, 才能与人相处融洽, 无意, 无必, 无故, 无我, 为人处事遵守这几点, 客观, 全面, 变化地看待事情, 处理事情, 自然会活得越来越自在, 乐观, 顺利, 跌过胶, 吃过亏, 遭过罪, 我们终于觉醒, 知道变通, 学会妥协, 懂得节制, 知变通, 有位裁缝, 不小心把一条高档面料做成的裙子烫了个洞, 裙子没法卖了, 实在可惜, 裁缝为了挽回损失, 凭其高超的缝纫技术, 索性在裙子上面捡了许多小洞, 并精心修饰之后, 为其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, 几位顾客被他的新款所吸引, 一传十, 十传百, 引来不少人上门求购, 生意一下子活起来, 有句古语, 水随形而方圆, 人随事而变通, 很多时候, 我们遇到难题, 换个思路, 问题便迎刃而解, 生活中, 有的人, 遇是一根筋, 过于执着, 盲目坚持, 把自己逼到山穷水尽, 有的人, 善于变通, 当前路不通时, 就在思想上转个弯, 结果迎来柳暗花明, 周易, 戏词下中写道, 穷则变, 变则通, 通则久, 意思是说, 事物发展到极点之后, 就会发生变化, 而发生变化后, 事物才能继续发展下去, 这也就告诉我们, 当面临进行不下去的局面时, 不能固步自封, 不能没守成规, 必须要做出改变, 要进行变革与革命, 只有这样, 才能走出困境, 绝处逢生, 学会变通, 打破固定思维, 去寻找生活更多的可能, 让人生出现转机, 事实换一条路, 并不是对坚持不懈的否定, 而是一种智慧, 会妥协一个人, 无论如何的厉害, 最终, 他也都必须要学会妥协, 与社会妥协, 与父母妥协, 与孩子妥协, 也与自己妥协, 最重要的是, 要与自己妥协, 道德经中说, 趋则权, 网则直, 愚钝的人, 只知道硬碰硬, 要什么分身术, 能做的事也很有限, 若能把自己能做该做的每一件事做好做精, 也不失为一种成功, 一种幸福, 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进步, 获得更大的成功, 但也要因人而异, 不要太强迫他, 如果他本就不是做那件事的料, 让他停下来, 去做他喜欢做的事, 说不定还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, 作为父母, 最大的悲哀, 不是自己不成功, 而是把自己曾经未能实现的梦想转移到孩子的身上, 希望通过他们的成功来弥补自己的缺憾, 事实上, 这样成功的势力并不多, 有时反而把孩子的潜力也给扼杀了, 很是可惜, 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你做什么, 而是你是否在做事的过程中感受到足够的快乐, 妥协, 不是退让, 也不是懦弱, 而是为了重生, 遇到更好的自己, 懂节制, 《道德经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, 深爱必大费, 多藏必厚亡, 故知足不辱, 知足不达, 可以长久, 意思是说, 失去尺度的爱必然会对自己产生过度耗费, 过度的聚敛财物会导致惨重的损失, 所以, 我们要学会自我节制, 不要贪得无厌, 不要急功近利, 只有这样, 才能避免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, 舒本华说, 节制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, 真正的自由, 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 而是懂得节制, 不被欲望所牵引, 一个人真正所需要的东西, 其实并不多, 那么, 为何我们还会有那么多的需求呢? 其实很多所谓的需求, 或者是源于无意义的比较, 看到别人有, 就认为自己也必须有, 或者是源于贪欲,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节制, 任由欲望驱使自己, 那么, 就会让自己陷入疲于奔命的怪圈里, 不得安宁, 只有懂得节制欲望, 才能卸下无谓的负担, 还自己的生活, 一片宁静, 俗话说, 人未踩死, 鸟未食亡, 很多时候, 所谓的利益, 恰恰是引人上当的鱼饵, 如果只能看到利益, 却不去考虑其有害的一面, 那么, 就会令自己掉入陷阱之中, 人生最大的修行, 是修心, 一个人只有修好自己的心, 有所求, 有所不求, 才能避开人生的暗礁险滩, 行稳致远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喜欢的话,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,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, 深夜读书, 每晚陪伴你,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。